那么什么是分红技术如何用Ball硬币赚钱 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视频请一定要看到最后 通过分红技术用户可以使用SmartWallet钱包接收加密货币的奖励 用户每24小时可以领取一次奖励 奖励将发送至您的加密货币钱包地址并且可以直接使用 全球数百万的用户已经在成功使用着我们的分红技术 这项技术可以让人们在无需购买昂贵设备 以及对区块链技术的深入了解下就能获得利润 用户仅需一部智能手机就可管理分红过程 那么如何开始分红呢 分布计划 这一切都非常简单 但是首先您需要在加密货币钱包中拥有Ball硬币 然后您需要在钱包中缔结一份分红合约 然后将您的硬币冻结至少24个小时 24小时后您就可以申请您的第一笔奖励了 领取奖励后您的倒计时将被重置 然后您就可以终身每隔24小时领取一次您的奖励了 如何处理收到的奖励 通过奖励所收到的加密货币 您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进行资本化 1.在证券交易所或内部交易所出售并提现为法币 2.将它兑换并转入加密货币阶级卡 然后在世界上任何国家进行消费 3.用于在内部电商平台上购买实物商品 4.进行现货交易 5.利用杠杆进行期货交易 6.在游戏中使用 7.在奖励时中缔结一份新的分红合约 从而继续增加您的每日奖励 分红技术的工作原理 Split硬币和流动性奖持 分红技术是基于流动性奖持 是一种封闭且自我维持的去中心化系统 本质上流动性奖持就是一个大型的加密货币钱包 那里存着要冻结数十年的加密货币 这个钱包是去中心化的 它没有所有者 它只属于区块链 而且只有区块链才能管理其中存储的硬币 区块链根据智能合约的明确规则 从流动性奖持中发放奖励 智能合约的算法上有一条规则 是要奖励给流动性奖持带来流动性的用户 而获得奖励的权利是由特殊股份 就是Split硬币来决定的 Split硬币是一种具有特殊用途的硬币 即给用户提供获得奖励的权利 每天都会在奖励池中分配一定数量的加密货币 这个数量除以参与者所拥有的冻结Split硬币的总数 所以用户拥有的Split硬币越多 奖励就会越多 区块链将每天根据所缔结的智能合约计算奖励 该奖励没有时间限制 当前Split硬币的所有者的子孙 也能够继续收到加密货币的奖励 奖励如何在参与者之间进行分配 奖励金额取决于Split硬币的冻结时间 以及当前的减半周期 减半周期指的是一个不断将奥提马硬币的供应量减半的过程 减半周期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减少新硬币的发行量 来抑制加密货币的通胀 目前在每个奖励池中 每天会在参与者之间按照其Split硬币的数量的比例 分红最多5枚硬币 这个数量出于所有参与者持有的Split硬币的总数 然后用得到的数值乘以每个用户持有的Split硬币的数量 最终的数值将显示在我的估算奖励栏中 英文为My Estimated Reward 下次减半周期后 该金额也将减半并将继续减少 这意味着奖励的金额也会减少 所以大家最好早点加入流动性奖励池 欢迎大家加入成为我们快速发展区块链中的一员 开始利用分红技术获得奖励 并且加入数百万用户选择的Battleboost游戏 一起在加密货币的市场上取得成功吧